蔡英文選總統拿八百多萬票 你是不是只有四百萬票啊 你少掉一半啊 然後特別是 你也不過就是你的基本盤有27% 你才拿到20%的票 我是蔡英文的話我晚上都會緊張 我算表面上跟你說我們贏了我們贏了 私下回想說怎麼會這樣 怎麼開出來票是這樣的結果 我們府院黨動的這麼厲害 我們的資源撒的這麼多 那簡直是等於是這個權力在拚 用總統大選的規格來拚 怎麼才拼出這樣的結果呢 因為民進黨打出籃利對決以後 中間選民看起來就躲起來了 那他覺得你們籃去對決好了 不過對決的結果 民進黨民調的時候他的基本盤有27% 那開出來票只有20% 國民黨基本盤17%開了個19% 所以民進黨的基本盤是有跑掉的 那另外就是說 比如說民進黨因為他在 蔡英文拿了800多萬票嘛 這是拿了400萬票 所以也等於是腰斬少掉400萬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就算是從25%的門檻來看 國民黨沒跨過 民進黨也沒跨過 兩黨其實都沒跨過 跨過是很難的啦 本來就很難喔 所以事先我的預判也是跨不過的 只是知其不可為之嘛 盡量嘛 因為我們這樣看好了喔 就說2018年公投是過了對不對 但是當時公投過喔 投票率也只有54%耶 當時投議員跟縣市長投票率有66到68% 我已經人到了投票所了 已經投了人了 投了縣市長了 結果我回來投公投還少了12% 那你想現在是單獨辦 公投不綁大選會有多少% 當時我估計大概最多40% 大概就是這樣 這也是民進黨當時公投要跟大選分開 他的目的也在這裡嘛 那只是這次比較意外的喔 是說民進黨的 就是支持民進黨的不同意 比同意票多 這點有一點出乎意料喔 本來認為說不會過 但是不會過呢 大概民進黨那個不同意會少一點喔 因為以萊豬來講 誰要吃萊豬呢 你國民黨人不吃 民進黨也不吃啊 中間選民也不吃 大家都不想吃 誰想吃呢 所以像這種很不牽涉到黨派的議題 那居然喔 能夠在意識形態 在政黨動員之下呢 能夠把環保啦 把食安都已經丟掉 而意識形態來壓過環保跟食安 這點我滿失望的喔 也就是說 當民進黨打出藍綠對決以後呢 這個選民就是 這個他的選民 就真的是只問立場不問是非了 那台灣如果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以後 任何事情都只問立場不問是非 那是台灣的悲哀啦 這次公投國民黨是輸 民進黨相對國民黨是贏 但是民進黨相對他自己並沒有贏 民進黨相對他自己的票其實沒有贏嘛 但是他相對國民黨是贏 那他之所以相對國民黨贏 就是因為他有資源 他又有團結 那國民黨又沒有資源 又不團結 所以就 他靠的只是說 他真的靠的就是這個公投的內容 大家不想吃萊豬啦 這個公投應該綁大選等等 他靠的是這個 你票已經少一半啦 你蔡英文選總統拿八百多萬票 你這只有四百萬票啊 你少掉一半啦 然後特別是 你也不過就是 你的基本盤有27% 你才拿到20%的票 我是蔡英文的話 我晚上都會緊張啊 我算表面上跟你說 我們贏了我們贏了 私下回憶說怎麼會這樣 怎麼開出來票是這樣的結果 我們府院黨動得這麼厲害 我們的資源撒了這麼多對不對 那簡直是 等於是這個 權力在拼 用總統大選的規格來拼 怎麼才拼出這樣的結果呢 這結果好嗎 你們自己想想看 大家自己想想看 蹤 我們自己想看 得到 我們自己想看 得到